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控制 触摸屏 后端需要接电源 还有气源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上电打开看一下 这个时候进入我们的一个控制界面 然后我们主要用到的就是实验 设置 报告 这时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设置 设置里面呢 上面是选择单位 如果我们选择牛米 除了德国的牛米 也可以是牛厘米 邦0英寸 还有这个千克等等 可以八种单位进行划算 下面是实验模式 如果我们做开启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开启力 如果我们喜欢缩紧力的时候就选择缩紧力就行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实验模式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 还有一个就是实验条件的峰值 还有按时间判断的 还有按手动判断的进行选择 下面是一个实验的键数 就是我们一次做几次出一个平均值 是否打印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选择 然后返回 这时候我们可以兼选实验键 然后进入 就是我们兼选实验键 进入我们实验界面 这个时候呢 上面你看有扭矩 时间 还有模式 编号 这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个实验 装备好实验 然后点击实验键 这个时候它会自动旋转 然后0.189牛米 显示测试结果 这个地方有曲线 比较小 红色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报告 编号8 开启模式 实验结果0.18牛米 时间 都可以看到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进行删除 也可以进行打印